跨宽的宝贝们 你们呢 平时搭配下半身的时候呢 是不是觉得说 穿短裤呢 又整天包着我的大腿啊 我的臀啊 我都不想穿短裤了 然后就变成很多宝贝们 可能安就穿着残酷啊 或者是那种 松松垮垮的裤子 那其实呢 裤裙呢 就可以很好的 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大家好 我是JoJo 我是Peggy 今天我们来介绍的是 我们的5Label新闻系列 裤裙 我们一直以来呢 是比较喜欢酷裙的系列呢 是因为我们自己呢 下半身呢 就常常面对说呢 会看到我们的大腿肉肉啊 被挤出来 或者是我们的臀胃啊 也是肚腩这些地方啊 很容易被看到的 那这次这一款呢 我们就是做了一个 特高腰的酷裙 然后一共有三个颜色 我的呢 这个面料呢 会比较不一样一些 因为它是狗子面料 是黑白色的 然后Peggy的话呢 它是青蓝色 素色的 然后等下Lifting呢 会有点示范 卡其色 那三个颜色呢 都是很容易搭配的 一个平时百搭的颜色 就不用我说 你们自己都会想包色的吧 对 因为呢 效果呢 你们可以看到 像猪猪格子呢 它搭配像这样子的T恤呢 就整个很休闲风的感觉 就随便穿个那个 小白鞋之类呢 都可以 或者像 猪猪现在搭配的是娃娃鞋 它那个感觉都很好看的 至于我呢 你可以看 像一些office wear呢 那你偶尔也可以这样穿 因为它的裙的长度呢 不会太短 像你这样子搭配一个上衣呢 就简单风了 它就一点 就比较一点的 属于正式一点的感觉 所以你看 其实我们两个是同样的款式来的 但是呢 搭配起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哦 对 然后呢 其实 呃 这边我要给你们知道 那个尺寸上的问题呢 它是因为它面料不一样的关系呢 我们黑白色呢 它的臀围呢 会比其他两个颜色呢 可以再大一寸 所以我现在呢 我的腰围是28寸半 然后肚男34寸 臀围的话是38寸 我穿黑白色的M的时候呢 是刚刚好的 这个臀围这边也不会紧 可是如果我换别的颜色呢 我的臀围就会紧一点 然后我穿那个L size呢 会比较舒服一些 对 现在呢 我身上呢 示范的呢 就是L size来的 我的腰围呢 33寸 腰呢 是真的是 5匹刚刚好的 然后我的肚男34寸 臀围是39寸 而且呢 这个呢 呃 它的面料呢 就比较弹性 会比格子起来 它是很有弹性的 你可以看看 它的弹力是非常大的 然后呢 因为啾啾穿着格子 可能你们比较没有看得到 我的素色的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呢 是做了一个 那个属于是交叉的设计来的 就是这边稍微会长一点 这边短一点 它的设计感呢 是一点简单大方的感觉来的 那么呢 裤裙的裤头部分呢 你们可以注意到这个小细节 有时候呢 如果我们买到它比较细边的话呢 尤其你坐下来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那个肉肉被挤出来 这次呢 我们就很 这边呢 就有特别的注意了 我们做比较粗边的 所以你坐下来的时候 它完全不会影响你的那些小肉肉哦 都把我们藏得好好的 它乖乖的待在里面 我的腰围呢 是28寸 肚男是34寸半 土尾是36寸 我现在穿的是卡其色的M size 我穿起来是刚好Fixen的 如果你们是跟我差不多一样 10寸的话 你们可以穿M size哦 外面是裙子设计 里面的话呢 我们是有礼裤的 所以不担心走光的问题 这件裤裙呢 是我们的5 label Sewer系列 Sewer系列主打 价格庆明 然后在面料上呢 我们会使用更加轻盈的面料 主要呢是像然后宝贝们呢 你们在休闲啊 平热的穿搭上呢 可以更加的用到它们 穿起来的时候呢 就是完全没有负担的 然后有三个颜色 就是我这个黑白色 面料比较不一样哦 青蓝色跟那个卡其色的话呢 面料呢是一样的 然后它们的cutting呢 会比这一个呢 稍微小一点点 你们在选购尺寸的时候呢 要稍微比较注意一些 然后我们要有6个size的 XML XR Double跟Triple 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更多尺寸表啊 细节图 或者是要直接下单 click click click的 就是按我们以上这个链接 记得去哦 然后如果是你们想要了解 自己的尺寸啊 三维那一些都是没问题的 后想找我们客服呢 了解你们自己的尺寸的话呢 都可以到Facebook找我们的 那记得click我们的链接 或者是找我们客服哦 拜拜